运动前吃香蕉会伤害心脏。 运动后吃香蕉会变胖。 运动营养师为你破四大迷思。 运动的人,看香蕉是神一般的食物。 还是猪一般的队友。 不少人喜欢在运动前吃香蕉,认为可以增加运动耐力。 或使运动后吃香蕉,能防止脚抽筋。 但是,也有不少人说运动前吃香蕉,会伤害心脏,甚至运动后吃香蕉,会变胖。 到底真相如何? 来听运动营养师一次破解。 运动前吃香蕉。 运动前吃香蕉。 运动前吃香蕉的食物,如香蕉,能增加运动耐力。 想要让运动发挥最好效果,透过运动来养肌肉,除了蛋白之外,糖类的摄取更是不可少。 糖类是运动时必须的营养素,能加速蛋白质合成,减少肌肉流失。 香蕉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,简称糖类,可以提供能量来源,此外,又属于中聚癌食物,在增加运动耐力与表现上,是一大助力。 羊成化运动营养师表示,较长时间空腹后,肌肉肝糖含量较低,若运动强度高,可能无法提供运动所需足够能量的状况下,身体肌肉分解代谢率提高,可能造成肌肉被消耗的状况。 反过来说,若在运动前1-2小时吃富含糖类,碳水化合物,的香蕉,补充运动时所需要的能量,也就能够因此避免肌肉被分解而流失。 迷思宜运动前吃香蕉,会导致肠胃胀气。 网路有人说,运动前吃香蕉,会导致肠胃胀气,引起运动时不舒服。 解答,杨成化运动营养时表示,一般正常情况下,若运动前1-2小时吃香蕉,并不会造成肠胃胀气,导致运动不适,除非是本身肠胃功能不佳或对香蕉等遗产气食物敏感。 或是太接近运动时间,如30分钟内,吃香蕉,在还未消化的时候就运动,尤其运动强度高,或属于大幅度晃动时,就比较有可能造成肠胃不适。 迷思 迷思2运动前吃香蕉,会引起心脏不适。 另外,坊间流传,运动前吃香蕉,会引起心脏不适。 迷思2运动前吃香蕉,会引起心脏不适。 中还有大量的鎂,在运动前吃香蕉,会让血液中的鎂含量突然升高,而造成鎂,钙的比例改变,引起心脏不适。 解答,杨成化运动营养师指出,由于每100克的香蕉,约一根香蕉,当中只有26毫克的鎂,含量相当于成人每日所需量的7%至8%左右。 因此若不是大量食用,并不会产生上述问题。 并且每是人体所需的重要矿物质,能稳定心跳,维持人体新陈代谢,神经和肌肉的正常功能,因此适量从食物中摄取,也对人体有帮助。 运动中吃香蕉 迷思三马拉松运动中吃香蕉,补能量最好 有时会看到有的马拉松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,会吃香蕉来补充能量,然而,香蕉真的是马拉松运动过程中,补充能量最好的来源吗? 解答 杨成化运动营养师表示,由于香蕉是所有水果中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,高糖,再加上好携带,易入口,因此有的马拉松运动员会选择香蕉作为补充能量的来源 但其实,专专业的马拉松选手,多以能最快速补充,不需要咀嚼,不影响玩赛时间,不影响动作节奏的运动营养补充品为主,可能更适合 运动后吃香蕉 好处运动后吃香蕉 帮助育 帮助育 帮助育肉修复,预防抽筋 至于运动后吃香蕉 有什么好处呢 羊成化运动营养师表示,运动后由于肌肉承受压力,处于些微损伤的状况,需要透过胰岛素来帮助肌肉恢复与合成,而碳水化合物能够促进胰岛素上升 帮助体内按基酸吸收进肌肉,增加蛋白质的合成 因此,运动后吃香蕉 不仅能及时补充葡萄糖,让身体快速获得能量外,也有助于肌肉的修复与生长 另外,香蕉中的甲,酶可帮助预防运动后因大量流汗,电解质不平衡而引起的抽筋 运思四运动后吃香蕉会变胖 许多人担心香蕉属于高热量的水果,如果运动后大量吃香蕉的话,会导致体内的热量过剩 如果没有及时将其消耗掉,就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,而变肥胖,让运动成效归零 解答,对此,杨成化运动营养师指出,香蕉的蛋白质与脂肪含量低,运动后适量摄取香蕉,并不会因此而变胖 当中的热量反而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肌肉组织,恢复肠肌肉,而不易囤积成脂肪 运动的人,看香蕉是神一般的食物,还是猪一般的队友 不少人喜欢在运动前吃香蕉,认为可以增加运动耐力 或使运动后吃香蕉,能防止脚抽筋 但是,也有不少人说运动前吃香蕉,会伤害心脏,甚至运动后吃香蕉,会变胖 到底真相如何?来听运动营养师一次破解 运动前吃香蕉 好处运动前吃富含糖类的食物,如香蕉,能增加运动耐力 想要让运动发挥最好效果,透过运动来养肌肉,除了蛋白之外,糖类的摄取更是不可少 糖类是运动时必须的营养素,能加速蛋白质合成,减少肌肉流失 香蕉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,简称糖类,可以提供能量来源 此外,又属于中巨癌食物,在增加运动耐力与表现上,是一大助力 杨成化运动营养师表示,较长时间空腹后,肌肉肝糖含量较低,若运动强度高,可能无法提供运动所需足够能量的状况下,身体肌肉分解代谢率提高,可能造成肌肉被消耗的状况 反过来说,若在运动前一至二小时吃富含糖类,碳水化合物,的香蕉,补充运动时所需要的能量,也就能够因此避免肌肉被分解而流失 迷思宜运动前吃香蕉,会导致肠胃胀气 网组有人说,运动前吃香蕉,会导致肠胃胀气,引起运动时不舒服 解答,杨成化运动营养时表示,一般正常情况下,若运动前一至二小时吃香蕉,并不会造成肠胃胀气,导致运动不适,除非是本身肠胃功能不佳或对香蕉等遗产气食物敏感 或是太接近运动时间,如30分钟内,吃香蕉,在还未消化的时候就运动,尤其运动强度高,或属于大幅度晃动时,就比较有可能造成肠胃不适 迷思二运动前吃香蕉,会引起心脏不适 另外,方间流传,运动前吃香蕉,会引起心脏不适 内容指出,香蕉中含有大量的鎂,在运动前吃香蕉,会让血液中的鎂含量突然升高,而造成鎂,钙的比例改变,引起心脏不适 解答,杨成化运动营养师指出,由于每100克的香蕉,约一根香蕉,当中只有26毫克的鎂,含量相当于成人每日所需量的7%至8%左右 因此若不是大量食用,并不会产生上述问题 并且每日人体所需的重要矿物质,能稳定心跳,维持人体新陈代谢,神经和肌肉的正常功能 因此适量从食物中摄取,也对人体有帮助 运动中吃香蕉 迷斯三马拉松运动中吃香蕉,补能量最好 有时会看到有的马拉松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,会吃香蕉来补充能量 然而,香蕉真的是马拉松运动过程中,补充能量最好的来源吗? 解答,杨成化运动营养师表示,由于香蕉是所有水果中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,高糖,再加上好携带,易入口 因此有的马拉松运动员会选择香蕉作为补充能量的来源 但其实,专专业的马拉松选手,多以能最快速补充,不需要咀嚼,不影响玩赛时间,不影响动作节奏的运动营养补充品为主,可能更适合 运动后吃香蕉 好处运动后吃香蕉,帮助肌肉修复,预防抽筋 至于运动后吃香蕉,有什么好处呢? 羊成化运动营养师表示,运动后由于肌肉承受压力,处于些微损伤的状况 需要透过胰岛素来帮助肌肉恢复与合成,而碳水化合物能够促进胰岛素上升,帮助体内按基酸吸收进肌肉,增加蛋白质的合成 因此,运动后吃香蕉,不仅能及时补充葡萄糖,让身体快速获得能量外,也有助于肌肉的修复与生长 另外,香蕉,可帮助预防运动后因大量流汗,电解质不平衡而引起的抽筋 运思四运动后吃香蕉会变胖 许多人担心香蕉属于高热量的水果,如果运动后大量吃香蕉的话,会导致体内的热量过剩 如果没有及时将其消耗掉,就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,而变肥胖,让运动成效归零 解答,对此,杨成化运动营养师指出,香蕉的蛋白质与脂肪含量低,运动后适量摄取香蕉,并不会因此而变胖 当中的热量反而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肌肉组织,恢复肠肌肉,而不易囤积成脂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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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